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了解的时候他都喜欢用自己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他总觉得约定俗成的很多人用过的 传统以来一直存在的概念 都不足以表达他所见到的真实 因为概念常常会在使用过程变成浮泛了 他失去他原来的意义 像我们学艺经都知道 八卦多么神圣的东西 现在变成八卦消息 好像是一种路边的小道消息 旁门走道没有什么根据的 那这个你如果说让福西斯再画八卦 他就要不要画了 这个词我不要用了 因为这个词不能表达我的意思 所以每个哲学家 他在认真的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 有一些思考反省的心得 他平常都喜欢用自己的概念来表达 在西方尤其明显 所以西方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系统的时候 他往往有一套自己的概念 用的字跟别人一样 但意思不同 比如你要念黑格尔哲学 你就要先看一本黑格尔字典 黑格尔的术语就有一本字典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像孔子 他的学生常会问什么是人 其实人这个字 一个字有什么困难呢 那孔子为什么反复解释 那不是一个单纯的字啊 像这个道家 也有很多人问庄子什么是道啊 道这个字你说中文字有这么难吗 但庄子的解释讲出来之后 别人还是听不来懂 道无所不在 像这就是澄清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西子传 它就是代表义经的哲学有份 很多地方你都会发现 它在定义啊 重新定义什么是挂 什么是谣 什么是变化 什么是他里面用的很多术语啊 极凶毁令这些 那么第二个设定判准 譬如我现在说 天要以阴与阳为准 地呢柔与刚 人呢人与义 就设定判准 你如果没有这种判断标准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讲极凶 像极凶呢 极就是德 凶就是施 所以他就会讲极凶者施得之相 像这个叫做设定判准 它有一个标准 最难的是建构系统 建构系统就是说 你一定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来源是什么 这一切最后的归属又是如何 这一项是最大的挑战 一个哲学家能不能成功 系统能不能完成 就跟他系统能不能建立 一般讲经过系统的时候呢 大概都是说 我要把宇宙万象 跟人的生命结合起来 找到一个共同的来源 这共同的来源呢 本来很单纯是一嘛 但这个一呢 伸出两个范围 一个是自然界 叫做春夏秋冬有必然的规律 造成自然的现象的 一个是人的世界 那人的世界就麻烦了 有自由啊 有自由的话就有选择 有选择就可能有好坏的结果的问题 所以这个怎么样从一个圆满的一个一 太极推到自然界的规则 跟人间的一种自由 怎么配合起来 所以为什么坐一经的圣人呢 他有忧患意识 他的忧患呢 不是对自然界 自然界有什么问题呢 春夏秋冬嘛 你不用担心 他自然就发展出来了 圣人忧患的 儒家忧患的是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那就糟糕了 那就变成是人的自由啊 造成灾难 所以呢 你怎么样把这两个合在意 这是很大的挑战 很难做到 所以中国跟西方 第一流大哲学家呢 在这一方面都可以经过检验 异传呢 他基本上也属于儒家的系统 但他已经受到某些道家的影响 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他很重视自然界的规律 所以呢 在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他会说 一有太极 那为什么讲个太极 又不能定义呢 因为太极这个字啊 字面上就告诉你 是最高的一个来源啊 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啊 那么太极才发展出来 两一四项八卦 它就偏向人的方面啊 八卦并极凶 极凶生大业 是人的世界 但是另外一边呢 他不能忽略人 活在自然界里面 所以他这个八卦 基本上八个自然的现象 从这边开始 所以呢 我们今天开始谈的戏史传 你要记得 它是易经的哲学系统 它符合三个条件 所以呢 在各方面看起来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那么细节段分上下 纯粹是因为太长了一点 太长的话 你就分上下 要不然你一路念下来 吃不消了 那么 我们现在的方式呢 还是一样 分段啊 把它念 我们先念第一段 天尊地悲 乾坤定疑 悲高与成 未见未宜 动静有常 刚如断疑 方语类聚 物语群分 吉凶生疑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变化现疑 事故 刚如相谋 八卦相当 论之与风语 日月运行 一寒一熟 第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到 又有自然界 又有人类 尊代表高 卑代表低 这还可以也是客观的描述 但是贵贱一定是人在判断 我们看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天在上而地在下 所以尊卑只是客观的描述 钱与昆的属性 就这样界定的 钱代表天 昆代表地 贵与见就有了固定的位置 来了 贵与见 这是人的判断 那么这一来的话 人的世界有这种贵见之分 客观世界有高低之分 他就把人跟自然界对照起来看 再继续 运动与禁止都有常性 肝与柔就去个开了 肝与柔 我们都知道 羊摇阴摇 代表肝与柔 那运动与禁止 就是我们在生活上 运动有客观的 自然的规律造成的运动 也有人的选择造成的运动 那你运动的话呢 或是禁止 它都有常性 就代表什么 就是有该动就动 该进就进 有时候你要配合 它一定的时机 接着 方也类聚 物与群分 方这个字啊 本来是方位 就好像是事物呢 它有一个走向 走向什么地方 所以方就变成方也类聚 有的人说 方这个字啊 它写错了 应该是人类识 人也类聚 物与群分 这都可以参考 那基本上呢 影响不大 都是说同类的东西在一起 像水流失 火就造 水会流向潮湿的地方 火会烧向比较干燥的地方 你看这些动物世界也是一样 它同类的可以聚在一起 不同类的不可能 比如说南方的人呢 喜欢听到厨语 北方的人喜欢听到谚语 烟国 烟语 像这个就是 你听到家乡的话 自然聚在一起 像这个是类似的情况 这样就产生了吉与凶 神秘神 你跟你喜欢的在一起 就是吉嘛 你在一起的时候 周围都是你不喜欢 你陷入陌生的情况 有一种压力 觉得别人都是对我恐怕不利 这叫做凶 这是第一个出现吉凶的字眼 接着 在天上显示出天体的现象 在地上演变为万物的形体 像跟形 它是把它做的区分 这个是定义 开始跟你说 我现在讲到像 他都看天 就看到天上的像 第一 这个地面上呢 就显示万物的形体 每样东西就有形状 变化就这样彰显出来了 因此 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 彼此往来交错 八个单挂 互相推移流转 正说万物时有雷与停 滋润万物时有风与雨 日与月在天上运行不息 寒暑季节的变迁就形成了 这又转到自然界 所以这就是它的特色 它要把自然跟人间两个领域 设法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这是第一段 它的意思呢 还算清楚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的地方 第二段开始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请念 前道成男 坤道成女 前之那时 坤作成物 前已一知 坤已简能 一则一知 简则一从 一知则有亲 一从则有功 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得 可大则贤人之业 一简而天下之理得已 天下之理得 而成为乎其中已 我们大概意思说明一下 义的意思本来是变化 那你变化的来源呢 当然是前挂 因为前挂代表主动力量 六个杨摇主动力在一起 那前挂代表无限的生命的活力 简呢 这个字啊 它也跟空间的间相通 什么意思呢 简就是间嘛 空间 空间就是指地 它是一个空间 可以让时间的生命力 所以前挂往往代表时间 用它主动力 在变化之中 那么坤的话代表空间 它是承受 接受你变化的资源 让你继续发展 完成 所以就先讲义 再讲简 我们先讲到义有三个意思 原因就在这里 它是变义不义 义简 有些人喜欢说简义 义精一点都不简义 你讲简义就变成简单容易 你讲义简的话就不一样 知道义代表钱 简代表坤 他就把这个义精的整个特色 先讲这个创造力 再讲这个发展 那么接着看 钱挂所代表的法则 构成了男性 坤挂所代表的法则 构成了女性 这个男性女性 是一般就自然界两种力量来说的 钱挂是主动力 坤挂受动力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 这个男跟女是普遍的意义 不一定是指 这个人类这种男女 钱挂主导万物的创始 钱知大使的知 特别有意思 到现在我们还知道知府 知县 这个知 就是主导的意思 为什么知是主导呢 因为你有这个知识 你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知 当作主导 就从这边来的 所以钱挂主导万物的创始 坤挂运作 形成了万物 所以坤就不讲知了 坤做 做就运作了 我就接受你的知 然后我就发展出来 然后钱挂以容易的方式来主导 坤挂以简单的方式来运作 钱挂为什么容易 因为它自然就发展出来 它根本也不需要去伤脑筋 它的力量就是要发展 那么 坤挂呢 就以简单的方式来运作 为什么简单 它只是接受而已嘛 底下就是它的逻辑了 容易就易于让人了解 简单就易于让人跟随 易于了解 就会有人来亲近 易于跟随 才可能成就工业 工业出现了 有人 人和 然后工业出现 有人亲近就可以维持长久 有的工业就可以发展壮大 那这样的逻辑 一般来说的话 都已经落在人的世界了 可以维持长久的财色贤人的德行 可以发展壮大的财色贤人的事业 所以我们讲尽德修业 一向是把业当作事业工业来看 从来不把它当作作业 像我们跟小朋友说你们要尽德修业 但是作业 这已经是工业 就是你德行是你个人自己要修炼的 工业是表现在坏 这说明儒家的思想是强调 这个道德跟事工要并重 你不能够说我只有道德没有事工 那是这个不够的 光靠容易与简单 就可以使人领悟天下万物的道理 领悟了道理之后呢 就可以在其中成就自己的地位了 找到自己的方向跟位置 就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你做哪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可以发展到什么位置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在那边寻找 你了解易经的话呢 你要找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这就是 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到最后都要当领导 国家只有一个领导 单位里面也只有一个领导 所以你要在自己生命里面 成为自己生命的领导 这是唯一的可能 你跟别人在一起互动 你再怎么样也是成为某一个小的 比如说在家里面当个领导 或者说在小团体里面当个领导 这是每个人都可能扮演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到 你找到自己的位置 接着就进一步 第二大段了 我们先念 这就是清楚的定义 每一个字都给你定义 让你这个回到前面的时候 就知道说什么叫卦呢 圣人设计卦的图案 观察卦象又附上解说 用于彰显吉祥与凶祸 这是圣人做的 那圣人是谁呢 一般认为从福西寺到周公王都可能 是他说只能圣人 因为印章如果是出于孔子的教导 也许孔子后代的学生把它写下来的 那圣人就不会指孔子 应该指孔子以前 对于印竞制作 有贡献的人 那么基于刚摇柔摇 互相推移而展现变化 因此吉祥与凶祸 是描写上师与祸的现象 我们平常都习惯现代人的思考方式 你既然讲吉祥跟凶祸 就应该讲德再讲师嘛 他不一定 他的修持很美 吉凶者 师德这项 先说师再说德 当然师是凶 德才是吉 那么懊悔困难是描写 烦恼与松懈的现象 你如果松懈 那么你自然就会有困难 你如果烦恼 你就会懊悔 像这个是导致正面对的 所以中文的使用 这是千变万化 有时候你念的时候 你不能有一种逻辑而已 说他一定是正面排列 照顺序 不一定 然后各种变化是描写推进与消退的现象 与消退的现象 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窑由下往上变化 或者说你沾挂的时候遇到变窑 它如何变 你沾到第几窑 你这个状况可能需要几个月或几年 这个是所谓推进跟消退的关系了 然后高窑与柔窑是描写白昼与黑夜的现象 对古人来说白昼黑夜是最大的现象之一 当然最大是日月 它在天上白天有日晚上有月 那么他的直接感受就是白天跟黑夜 白天可以行动 黑夜不能行动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词比较没有感觉 是因为你现在发明了各种科技产品 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 那这个就不再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了 那么六窑的活动代表了天地人三个层次的运行规则 这边第一次出现三极之道 三极的极啊 极代表端 三个端 三个端就是讲我们上有天下有地 中间是人嘛 三个端 就把它翻成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不一样的 不能混淆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常常提到 像飞龙在天 那是在天那个层次 现龙在田 那就是地那个层次 像这个三极之道 就把六窑分成三组 那家也理解 所以像这样的定义会不断地出现 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悔跟令 珠希的说法 他说极凶相对 悔令居其中间 悔自凶而屈吉 悔令是什么呢 你做些事啊 结果不好 你后悔了 你后悔之后就有希望 你会从凶到吉 令的话是自吉而向凶 什么意思呢 令代表有困难的 有困难的 而你没有后悔 那就会慢慢走上凶 所以悔跟念两个词 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提到这一段的是古代念书人 很喜欢以这一段作为生活原则 我们一起念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 则一之续也 所乐而玩 则遥之词也 是故君子居 则观其向而而玩其词 动则观其便而玩其瞻 是以至天幼之 即无不利 那么因此之故呢 君子所安心尽处的 居而安 是一经显示的未去 乐于完味的是挂遥词的内容 就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呢 就翻开易经 看看每一挂 它的六腰在写什么 它的位置是什么 那么挂遥词的内容 你可以去玩味 慢慢玩味 有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词有各种章针 就看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它同样的一个遥词 你问的问题不同 它就给你不同启发 有的时候呢 是对事业恐怕不错 对家庭不见得好 那么像这个 或对身体不见得好 它里面一个词出现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你问的是什么 你不能改 你只能说 我问了之后 我就从这个 问的问题去找 它里面的词 有什么样的线索 那么这是平常 接着呢 在进处时 就观察挂遥的图像 玩味其中的语词 行动时 就观察挂遥的变化 玩味其中的瞻眼 这说明什么 你行动以前 先瞻眼吧 行动之后呢 看看瞻眼的 跟你所理解的 是不是一样 通常我们说 解挂很难 没错 那你怎么办呢 解挂很难 不是说找一本解挂的书 就可以立刻就查到结果 我看过一些解挂的书啊 没有一本书 可以跟你说 你问的问题 解挂出来之后 就知道那个一样 不可能的 因为它千变万化 所以你只有怎么样呢 自己多做实验 所以一心不是什么迷信呢 它很多地方要你做理性的思考 反复的实验 然后呢 比如说你这一次 有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你就要不要做 你就沾挂 沾挂之后呢 你把它记下来 后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应验 应验之后 你在应验之后 原来当初我问的时候 这几句话 哪一句话是重点 有时候我们自己 太缺少联想力 我自己也是很大的亏 我在去年 帮一些朋友们沾挂 都问经济上的问题 很少有顺利的 我居然没有警觉 把股票先卖掉 对不对 其实我无诱人 找我这样有关投资怎么样 都是不顺 我就应该知道 投资不是一个大环境 不是哪一个人命不好 是不是 就像是很多事情呢 都是你自己 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常常想 是他的这个三挂 那我就尊重他 所以我们要练习 联想力丰富一点 并且很多事情呢 你不要只看一点 你要看到说 这个摇词出现了 你就要把这句摇词 常常放在心里 因为有的摇词 它有时间性 开始不太好 中间又下雨了 然后又变得好了 它有个阶段 有个过程的 所以不要着急 很多人战话之后 立刻就要问好不好 好像说好了就放心了 没有那么单纯 它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时候呢 古代念书人呢 就把一经放旁边 最近要做一件事 要去旅行 怎么样 再一挂 战话之后呢 看看什么摇 记下来 旅行之后再回来一看 是否验证 那将来你就熟悉 之后有经验的就知道 该往哪个方向去理解 你自己就有一套解卦的这个方法 别的书写的可以参考 但你自己慢慢就有一种心得的 他后面就说 上天为保佑他 吉祥而没有任何不利 像这又是这个提到 对粘卦的应用部分 接着呢 第三大段 我们一起念 盼者言乎向者也 咬者言乎变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事者也 悔令者言乎其小词也 无救者散不过者也 为故列贵贱者存乎为 其小大者存乎挂 便吉凶者存乎词 忧悔令者存乎戒 正无救者存乎悔 知故卦有小大 词有显义 词也者 各自取所知 最后这个各自取所知 就是知卦的知 又告诉你他往哪里走 那么这里还是定义 炭词是说明卦象的 炭词在这边说指的不是炭转 是那个卦词 只是在最早的时候 卦词又称炭词 是因为后来有炭转 才说怕会这个重复 或者造成混淆 所以就说挂词 本来是炭词 所以你这边就要知道 这个炭词说明卦象 窑词是说明各要变化的 就要像窑词不是小象传 不是那个象传 一样的意思 那么吉与凶的 说明上师与后的 你看重复解释 就是不厌其烦 回语令呢 说明小的缺失的 跟前面不太一样的 至于无救 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指善于补救 过错而言 你要做到无救 我们也都知道 无救出现的频率很高 有时候你沾到一个窑 他做无救 你就心里想 就照这个做嘛 每一次做任何事 都一定不是吉就凶呢 哪那么明显的 很多时候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凶 他就是无救 没有关系 你做吧 也不会特别好 也不会特别坏 但是你要知道 你碰到无救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灾难呢 因为你善于补过 孔子为什么说 家伙数年 我是以学艺 可以无大过以过 善于补过嘛 你看一经常看 无救 就要知道说 没有灾难 我有过错 一定要补过 就是不要再重犯 人不可能没有过错的 所以无救 这个善补过 是很重要的 因子之故呢 贵贱的排列 在于摇位 阴阳的君等 在于挂象 分辨集中 要看挂摇词 这都没什么问题吧 贵贱在于摇位嘛 像五啊 这个最高贵的位置 你要再次二的话 稍微差一点 其他位置呢 在边都不是很好 那么阴阳的君等 在于挂象 挂象是像消息挂 有的时候是五个 阳一个阴 那我的阴 跟阳是一样多的 三百八四摇 一定是一百九十二个阳摇 一百九十二个阴摇 分辨集中 要看挂摇词 没问题 忧虑 毁令 要看积为的心思 所以忧这个字 是一个动词 毁令 两个词 是一组 毁跟令 等于忧虑毁令呢 要看什么 戒 戒代表积为的心思 所以戒这个字 有很多用法 戒的话也可以通 那个我们讲 这个很小的东西 一戒不取 一毛钱都不要 戒代表很小的东西 也代表这个 积为的心思 那么戒句 正这个字 是一个动词 戒句 无救 要看是否悔悟 就是你 如果说 要提醒自己 不要有灾难 那要看你是否悔悟 所以 挂有阴阳小大之分 有的挂是阴的 阴性的 有的挂是阳性的 这就说过了 挂 挂窑池呢 有凶险与贫义之别 这没问题 挂窑池指示了 变化发展的趋向 就是你不要只看到 当时情况 你要看到趋向 好 那么这是前面第三段 那接着呢 到第四段 开始复杂了 我们先念 地与天地准 故能迷论天地之道 雅以关于天文 佛以察于地理 事故知幽闽之故 原始反中 故知史生之说 今期为物 游魂为变 事故知鬼神之情卦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 自周乎万物而道 即天下 故不过 航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 故不忧 安土敦乎人 故能爱 泛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去成万物而不宜 通乎昼夜之道而至 故生无方而一无体 我们一看 你知道这段话 非常重要的 因为里面提到 鬼神这些 还有像乐天之命 我们常常就用这四个字 盖瓜易经 为什么学易经 乐天之命 好 我们看 易经的制作 以天地为参考的模型 以天地准 准代表法 效法它 取法它 所以能够普遍涵盖天地的法则 因为古人认为 天地是最大的一个范围 天地之间有万物 如果你没有先谈天地的话 万物就没有地方可以去生存发展 所以在这个老子里面就提到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这样的观念 那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接着说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圣人也是人类的一份子 所以并不是说 天地跟万物不同类 圣人跟百姓都是人 但是圣人呢 他是悟道的统治者 这学道家一定要知道 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那么他对百姓的话 除狗 除狗我们讲过 就是祭祀的时候 用草杂成的狗 放桌上让你跪拜的 祭祀完毕之后 这个狗就没有用了 对外地下随便见他 捡回去当柴烧 这个除狗代表 该你 兴盛就兴盛 可以上桌 让人祭拜 该你 这个是萧条就萧条 对外地上当废物 所以除狗代表 圣人对百姓也是一样 我不是特别对谁好 不仁代表没有偏爱 我如果特别对谁好 一定会有后遗症 后面不可收拾 那么好了 再看天地跟万物 天地不能以万物为除狗 代表天地也是万物之一 这不能忘记 因为你讲万物的时候 基本上 当然包括天地 没有包括天地的话 那天地算什么 它不是万物里面存在的东西吗 但是天地又跟万物不同 它也是像圣人跟百姓不同一样 所以这个天地就凸显出来 以万物为除狗 代表这里该开花就开花 该花系就花谢 好像天地代表世纪 让这个万物的生长 跟这个枯萎 新盛衰亡 都有它的规则 万物应该讲 陈住坏空 国家才是新盛衰亡 那人就生老病死 但是这个词 那么或者春夏秋冬 也是一样 所以像这里就说明了 这个天地呢 它有它特殊的一种意义 一方面它也是万物之一 天地不能生万物 万物不是天地所生 像老子说 万物是道所生 道生万物 所以在讲老子的时候 就要特别记得天地的角色 有时候有它这个双重角色 那么在《易经》里面的话 这本讲天地的话 天代表钱 钱挂所象征的 地代表坤挂所象征的 那意义又不一样了 它等于是两个最根源的象征 所以他这边讲说 能够普遍涵盖天地的法则 有天地的法则 自然万物就照这个法则来运作嘛 所以他就说 圣人抬头观察天文的现象 低头考察地的形式 后来也会提到福西式 仰观天象 佛察地理 就跟这边是类似的啊 那么所以知道 幽暗与明亮的缘故 所以幽暗跟明亮啊 像黑夜跟白天嘛 对古人来说是代表 一个是力量 一个是收敛啊 推运于开始 最后到结束 所以知道死与生的说法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 死跟生只是代表什么 生代表开始 是代表结束嘛 你看这种语气啊 完全没有有情感的成分在内 讲得多么轻松 生是开始 时是结束 但是对人来说的话 就会害怕死亡 就会庆祝这个生日 这一来的话 就变成人的自己选择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讲哲学的时候 他不能够夹杂 有各种情绪的反应 他就直接说 生日开始时是结束 比如说花开花落 那对一朵花来说 也是生跟死嘛 那其他动物呢 我们常常看到 动物出生 动物死了 那人跟这些生物 有什么差别呢 你就人的体质来说的话呢 它本来就是生物之一嘛 那后来到道家的时候 像庄子就把它讲得更透彻了 生是气的聚 死是气的散 就是变成聚散了 以气为它的这个共同的资料 所以庄子又称作 气化一元论 一元代表它只有一个因素 叫做气 宇宙光的变化 都从这边来的 但是讲道的时候 跟气不一样啊 这个气是空气的气 这个呼吸的气 讲道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它不是落实在某一样东西上面 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道就是气 道家何必再说道呢 你说气大家都知道嘛 他讲道的时候 代表这个道还不是气 但是你不能否认 有某些概念比较接近道 比如说我们讲 你为什么要多接触大自然呢 因为大自然有它的规则 它比较接近道的原始的情况 那你在人间除久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很累 为什么 因为你人的设计 跟它的各种规划 就一定的要求造成压力 所以像这个就是 到这边为止 死跟生 就可以做一个初步了解了 再看 精气凝聚就是生物 庄子也从这边来的 一样的 精气飘散造成变化 注意哦 由魂为变 四个字 我们讲精气为物 由魂的魂是什么 魂跟精气 它其实是同一个性质的 它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后面会解释 魂跟破还是不一样 那么 精气飘散造成变化 像游魂这个词就出现在这里 精气飘散造成变化 所以呢 知道鬼神的真实情况 好 什么是鬼神 鬼神从这边来看的话 就变成是 人的生命死了之后 他的精气飘散造成某些变化 就是鬼神 但是为了更清楚起见 我们这边特别引用 礼记的记忆 什么叫做鬼神 这边是谁发问呢 载我发问 所以这段资料相当可靠 为什么 因为轮音里面没有这资料 这个 今天我们谈到儒家或道家 根据我的经验 只要谈到这些地方 这个电视台啊 很多地方都会跟你说 这边不要谈 因为他们听到鬼神 听到这些就觉得 有迷信嫌疑 所以有时候很为难 因为你这个 孔孟老庄确实谈这些事情嘛 那你要我介绍孔子 介绍庄子 又说这地方主要不要谈 那这地方不谈的话 他就是系统不完整啊 就是你谈了一半就没有了 只能谈那个人生这一段 那么后面就尽量不要谈 这很可惜 我们都知道 孔子最谨慎的三件事 第一就是栽戒嘛 栽戒当然是为了祭祀啊 祭祀就祭祀鬼神啊 那这个不谈的话 对于孔子最谨慎的事啊 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当然目前情况 我还可以了解 很多人比较谨慎保守 也是合理的 我们看一下 记忆怎么说 祭祀我问了 他说我听说鬼神的这个名称啊 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叫鬼神呢 他请教孔子 祭祀我是言语科的高材生啊 在人语里面 每次出现 几乎都哀骂 他的问题啊 都让孔子觉得很另类 就是不合乎正口 那么在这里呢 孔子就说了 弃也者神之圣也 破也者鬼之圣也 鬼跟神来了 什么叫神呢 神是跟弃有关 鬼是跟破有关 什么叫破呢 破就是体破嘛 具体的身体就是体破 那么气的话就我们呼吸的这个气 气是神之圣 圣代表充实伟大 就是神表现的地方就在于 你有这种气 我们常说这个阳气很圣 我这里有正气凛燃 这种气 它跟神有关 破的话呢 就是鬼之圣也 因为破是代表土 所以你有三魂七破 就跟这相关的 再看 和鬼与神 教之之也 你为什么谈鬼跟神呢 因为一般人能看到的是 气跟破 气是空气啊 也可以看到 一个人进程状态 也可以看到 破的话是一个人体力怎么样 像这个一般人看得到 一般人看得到 那为什么谈鬼神呢 他是为了教化 这个儒家标准的立场 他是为了教化 所以他后面说 底下就说了 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 此之为鬼 这十二个字对鬼下定义了 可以说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众生必死 只要有生命 一定会死嘛 像这边讲的是人 不是佛教的众生 就有佛性 是众生必死 实必归土 归跟鬼的因相同 因相同 所以人死为鬼 是因为归 回去人 回去了 归到老家去了 这个是什么鬼 底下说 骨肉毕于下 因为野土 骨肉在地下腐化 毕就是腐化了 我们的骨肉在地下腐化 变为野土 因为野土 就是说 不再有阳气了 就变成了野土 就是荒野 一种 黄土一堆 但是它的气 发生于上 看到没有 人有魂之跟魄 魄归于土了 气呢 发生于上 这边讲的就很有特色了 三点 第一个 昭明 昭明就是活动的光景 我们有个昭明文学 跟那个美观 这边昭明是 有光景可以让你看到 昭明 好像亮亮的 看到什么东西了 唯 熏 蒿蒿 蒿蒿就是气味 味道 有时候呢 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 感觉到祖先回来了 会闻到特别的味道 就是我的祖先 以前用什么排的香水 怎么搞呢 有香水的味道 知道谁回来了 这种例子很多 这是熏蒿 就是说 以前拿一个朋友 喜欢吃大蒜 他走了 我们祭拜他的时候 大蒜味道飘过来了 这熏蒿 反正他人不能出现 人出现就吓死了 人不能出现 这只熏蒿 第三个是什么呢 叫做七创 七创就是使人难过伤痛 所以 为昭明 为熏蒿 为七创 代表他的效果 他的实体不会出现了 讲鬼的时候 鬼不会真的跑出来 但是鬼会带来什么 光景 好像有那个样子 其实是你自己的幻觉 因为你在 一般讲祭祀的时候 多少天灾戒 灾戒了几天下来之后 体力也不太好 头昏眼花 然后去灾戒的时候 容易看到幻觉 现在医学可以这样研究 会有一种光景 有一种气味 还有一种七创感 因为你想到的时候 就真的难过 哪一个人想到 已经逝去的情 也不觉得难过 这是七创 然后再看 此百物之金也 这就是各种东西 它的金 金代表精华 它精华的部分 这个展现出来 神之助也 神就是气 刚刚讲 气是神之神也 这是气 是助也 助就是显示出来 因物之金 自为之吉 你按照万物的精华的 这个层面 把他当作吉 就是标准 自为之吉 明明鬼神 然后说 这就是鬼神 以为前手则 前手就是老百姓 黑头发的 没有戴帽子 因为念书人 当君子 有官礼 才能戴帽子 一般老百姓 耕田的农夫 他就是黑头发 让这些老百姓 他们作为取法的准则 百众以为 万民以福 这儒家的非常 重视他实际教化的效果 换句话说 孔子为什么讲鬼神 他是重视教化的效果 所以到荀子的时候 就直接说了 说宗教既是这种活动 君子以为文 而百姓以为鬼 这来说明什么 百姓以为是鬼 君子知道这是文化的作用 教化的作用 那我们再问 那难道君子不相信有鬼神吗 这个说实在 从来没有办法做明确的回答 君子是受过教育 又能够修养自己的人 他对于鬼神 就是孔子的原则 见鬼神要远之 该祭祀祭祀 照规矩来 因为祭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既然是君子 受很好的文化熏陶 该祭祀祭祀 但你问我说 是不是真的有鬼 我只能跟你说 真的有鬼跟假的有鬼 那事实上没有影响 我还是一样修得行善 对不对 一般人就很在意了 你说清楚 到底有没有鬼 那你跟他说有的话 他就比他收敛 哎呦 那我就要小心一点 那你跟他说没有的话 他以为真的没有了 那就胡若非为 那怎么办 所以他跟教育是有关的 所以像这个 谈到鬼神的问题 儒家所能谈的就是如此 全世界介绍儒家的鬼神观 大概都看两段话 一段话是这个 另外一段是中庸 洋洋呼 儒在其上 儒在其左右 就是你祭祀的时候 鬼神力量好像是 充满在你周围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你内心里面要知道 尊敬 要保持真诚 所以中庸里面讲真诚 就把鬼神提出来 那这几段就是有关鬼神 最完整的说法 鬼神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作用 使人呢 对于这种良心的要求 善恶的判断 透过对鬼神的一种 这个理解呢 有一种更深的自觉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不需要问了 那到底有没有鬼神 那我就先问你了 你所谓有没有标准何在 你告诉我 你讲不出来标准了 什么叫有 什么叫没有 有些人昨天有 今天没有了 昨天还在 今天不在了 那你怎么说有没有呢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一定是 就一个时间一个空间 此时此地做一个判断 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善恶呢 谁怕谁 就三个字嘛 善又怎么样 恶又怎么样 谁能好死 不如赖活着 对不对 我能混就混 反正死了就没有了嘛 所以如果人死之后 什么都没有的话 这太可怕了 整个事就立刻瓦解了 所以这边讲鬼神的儒家 为什么要讲 道家老庄也都提 庄子里面有一张 还说有十种鬼 哎呦 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 什么样都有鬼 所以为什么 古人他难道不够聪明吗 他为什么非讲不可 他就是让你知道 人死了之后 还有某种方式的存在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从后面那个 后来的发展 想说那我活着 怎么样才能够将来 变成好的结果 对不对 结果在死后 不在生前 这才有教化作用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知道儒家的用心 因为一个人即使成为君子的话 他还是需要有某种善恶的报应的观念 善恶如果没有报应的话 人活着很苦 做好人就只是受苦而已 对不对 那你看坏人那么得意 他也没有什么报应 你觉得自己好像 叫我做坏事又不甘心 叫我做好人更不甘心 那怎么办呢 人生就很苦 苦得不得了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 人的自然的思维 他不见得说 我真的看到什么鬼神 我来相信他 真的看到就不叫相信了 如果你看到代表 你看到了 已经变成对象了 那你怎么能看到呢 在 诗说幸运里面 就有个故事 有一个人专门反对 别人说鬼神存在的 因为当时很多人说 看到鬼了 看到鬼了 他就问他 你看到鬼了吗 他就看到了 那请问你 这鬼我们穿衣服 有啊 当然有穿衣服 不穿衣服怎么见人呢 那好了 那难道衣服也有鬼吗 这千古名言 一句话 衣服也有鬼吗 别人就没话说了 为什么 因为衣服是个布料嘛 你说 鬼的话是人的魂变 那可以了解 一下变出一个东西出来了 一下不见了 但是 他如果变出来 穿衣服了 那衣服也有鬼吗 对 那他变出来 没穿衣服 那怎么回事 这个这下就矛盾了 没人都说 好像有穿衣服 那代表一定是假的 衣服是布料 布料不可能也有魂 是不是 所以所有看到鬼了 都是自己的幻觉 要不然就别人吓你的 结论就是这个 接着 易经的卦象 与天地的活动相似 所以不会违背天地的法则 这没有问题 他本来就是基本的 天地雷山火水则风 这个八个自然界现象 所得到的象征 其中的智慧 骗其万物而道理 则帮助了天下人 所以不会有过错 广泛运行 而不会超出界限 乐天道而知天命 所以不会忧虑 乐天知命 我们特别翻成 乐天道而知天命 翻译的目的 是要让人了解 有很多词很美 像我讲乐天知命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美 但是模模糊糊 不知道在乐什么天 知什么命 那这边就想乐天道了 天道代表什么 代表客观的规则在运行 代表这个天也代表天命 那么知天命 后面再说天命了 了解这个天命 天有他的安排 不是你能控制的 所以不会忧虑 你只能进人世 安于所处的位置 培养深厚的人心 所以能够爱人 所以安土敦乎人 故能爱 你要爱人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安于所处的位置 培养深厚的人心 你才能爱人 你如果自己的位置 不能够安于所处的话 那你这个要爱谁呢 你自己本身都不够稳定 再看全盘笼罩天地的变化 而没有失误 细致安排万物的形成 而没有遗漏 彻底了解咒业的道理 而展现智慧 所以神庙的变化 没有固定的方式 而易经也没有固定的形态 而易经也没有固定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